市长谢国良接受媒体联访时 谈到民进党传出有意力推林佑昌选立委 对此谢国良回应 祝福民进党尽快找到理想的人选 祝福民进党尽快的找到 他们自己党属意的提名人选 来征战基隆市 当然我是国民党籍的县市首长 我们还是会尽力的辅选 我们党籍的提名人选 就是我们的林佩祥博士 那民进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张炳均议员被侦办这件事情 我们也感到非常难过说真的 因为我跟张炳均议员在议会 我们就有很好的这种同事情宜的关系 他在咨询的很多点 我也都觉得他是关心地方 所以坦白讲发生这个事情 我是听了很难 我是蛮难过的 那我想基本上 我们还是表达一个关心的立场 我们也希望他在司法案件上 能够征得他的清白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他们 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工作要做 那我们祝福他们 那大家就是做一个友善 而有这个军职丰度的一个民主竞争 那市长你觉得今年的选期 这个气氛跟网民这样比起来 你觉得 我觉得感觉上 包括我在去年选举一样 我都没有觉得民众 有太热烈的感觉 那民众会看你的证件 那当然民众也会看在攻防当中 你跟对手提出这些讨论 但民众就是冷静的 默默的看着 然后他也不会跟政治人物一样 哇很激情很热烈 但他看着他都听得懂 最后就是这个会慢慢的理解后 做出一个很冷静的决定 我很敬佩我们的选民 但不会随着我们政治人物很疯狂 他就是会都听都看 最后做一个决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记者黄日生 发布 Latina